中国女足最新两消息 水清侠下课尘埃落定 王霜无奈 甲修全任新职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九 中国女足在获得亚洲杯冠军之后 水清侠也声名确起 但球迷却忽略了中国女足的底子 仍然是还需要补足 而球迷对于水清侠呢 也是期盼过高 所以导致女足后来出现 各种问题后就被各种的职责和诟病 甚至水清侠也高开低走 印象口碑急转之下 但水清侠却没有更多的机会了 新冠商人三把火 世界杯和亚运会的接连失利 也让宋凯呢是忍无可忍 近日中国女足方面也迎来了最新两个消息 其中一个是水清侠下课一事 基本尘埃落定 根据知名足球报记者李玄的报道 水清侠呢已经正式的被通知下课 她即将离开中国女足 结束长达两年的女足指教生涯 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比赛指挥失利之外 还有在世界杯亚运会两项 足血主抓的赛事当中 水清侠被认为是任人为亲 因为言论的问题呢 血藏了王霜 欺用亚洲杯夺冠功臣唐嘉丽和肖玉仪 这些都引起了外界极大的争议 但水清侠从未当面做出过解释 也导致整个女足更衣室呢 是完全失控 球员们也不再信任水清侠了 所以中国女足的成绩也一落千丈 而随着媒体爆料 水清侠也被爆出有很多的身不由己 王霜看到这样的消息 也是非常的无奈 毕竟足球的环境 现在还不能说是明朗 反腐仍然在继续 只能说水清侠离开这是非之地 也不是坏事 而有消息指出 贾秀全呢即将重新出山 指教女足 但不过根据目前情况来看 并不现实 因为贾秀全呢已经任新职 活跃在清训推广事业当中 唯一有可能接日水清侠的 就是陈婉婷了 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评论去留言 这期视频在这里 我们下期见